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作物 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观看空中主日学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罗马书 上次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那今天我们要从四章十七节的一个历史问题谈起 在四章十七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有几个特点 就是他信心很坚强 十九节说他信心不软弱 二十节说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二十一节说他满心相信 这个信心很坚固 各位我们一定要想想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会怎么想 神应许你 神祝福你 都是应许 都是话 到最后我们生活中 如果一直都是话 一直都是话 我们就会说那是空话 口说无凭 上帝应许你了 二十四年说会祝福你 结果一直都没有 那你还有信心吗 我想我们不必等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天就不要再信耶稣了 如果这个神让我们失望 两天零四个小时就不信了 那现在上帝让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四年 等了二十四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包括他跟罗德的事情 包括他救回罗德的东西 包括他跟罗德的分手 包括他下到埃及去 包括他所经历到别人对他的逼迫和艰难 他就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 在加安地 始终没有一个立足之处 好 到了那个创世纪十七章 将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了 神说 亚伯拉罕 这个 我跟你立约了 神在创世纪十七章跟亚伯拉罕的显现 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一样的地方是都是应许 说我会让你的子孙非常的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神比较确实地说 明年萨拉你的原配会给你生一个儿子 那么以前都没有说萨拉会生 我们讲过 亚伯拉罕讨了个小的下甲 也帮他生了 那么这一次十七章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这个 第一个你要改名字 你原来叫亚伯拉罕 现在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被高举的父 亚伯拉罕是众人的父 所以后来在新约里面 旧约都说他是多国的父 他会成为许多国家的国父 那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孩子 那如果我们看 单单看罗马书第四章 就是上帝说明年你要生孩子 上帝说了这个话 明年你太太要跟你生孩子 亚伯拉罕很坚定 不怀疑 不疑惑 虽然所有生理的条件说不可能 他不疑惑 可是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十七章 当上帝对亚伯拉罕显现 然后说这个 你要得一个孩子了 你的太太沙拉 她会跟你生一个孩子 亚伯拉罕的反应不是像我们一般想到的 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完全相信 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话就 俯伏在地嬉笑 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沙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那这个看起来 亚伯拉罕不是很有信心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呢 好像要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 就把亚伯拉罕的笑呢 说成是喜笑 好像是喜乐之笑 那事实上这实在不是一个喜笑 这应该是一个苦笑 亚伯拉罕非常的无奈 你说我会得孩子 哪里可能吗 那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笑 从这个他心里所想的说 一百岁的人怎么得孩子 表示他实在是有怀疑 然后他后面十八节 又要给神一个台阶下 但愿以什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啊 沙拉要帮我生 这是不可能的 为了不让你的大牛皮吹破 为了不让你的应许不实现 就算是以什玛利 是你要给我的吧 就上帝啊 我已经跟随你二十四年了 你也不必再拿什么话安慰我了 反正已经跟这么久了 虽然你不太好 我也跟着你了 那勉勉强强 好像有一点这个样子 那可是圣经上讲 在罗马书里讲 亚伯拉罕是很坚定的 而创世纪里好像 亚伯拉罕不是很坚定的 那我们怎么调和 这两个地方的 好像有的矛盾呢 是保罗胡我们没看过创世纪吗 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 是没有错误的 创世纪和罗马书一定是一致的 那这里有人解释说 亚伯拉罕可能刚刚听到的时候 是有点怀疑 但是在想上帝过去十几十年 二十四年带领他就不怀疑了 我想有一个更好的解释 当亚伯拉罕那一次跟上帝谈完话以后 十七章说上帝就升到天上去了 那一次上帝跟亚伯拉罕 有一个立约的仪式 以色列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受割礼 就是从这个立约的仪式开始的 就是在中东 还有一些其他民族也是这样 男人要割去 他的包皮要割掉 有的像以色列人是男婴生下来 第八天要割掉 那这个仪式是从 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开始的 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说 亚伯拉罕 以前我都是答应你 保证会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呢 我都没有讲得很确实 这次我要讲得很确实 明年今日 你的太太沙拉要跟你生孩子 为了要表示我这次讲话 是真的是很慎重 一定会实现 那么你跟我要有个立约的记号 你们家全家的男人 要受割礼 这是比较 我们有点像男孩子跟女孩子说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一天到晚都只说没有行动 说要娶你说了二十四年了 那我想这女孩子也不愿意等一下去了 男孩子这次说 我一定会娶你 然后接那个订婚戒指往他手上一戴 这个比较确定 而上帝也是这一次要给你比较确定的一个证据 就是你要受割礼 在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说 当上帝说完话升天了以后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 给他儿子以什玛利 和家里一切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买的 都行了割礼 各位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 十九节开始讲到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软弱 他没有疑惑 他信心坚定 满心相信 怎么讲呢 虽然他也有 他是有肉体的人 他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 天天听到上帝的话 却没有看到上帝话的实现 当然会有一些疑惑 但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上所写的圣经绝对没有错 他用他的信心逐渐的克服这个疑惑 他用他的信心 而且是有行为的信心 因此我们也加一句 保罗和雅各并没有冲突的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个强调行为 一个强调信心发出来的行为 一个强调信心 亚伯拉罕在那天就叫全家的南京受了割离 各位 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 上帝并没有说 今天你就要受割离 上帝只是说我跟你立约 你受割离 然后明年这时候你会得一个孩子 上帝叫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四年或者二十五年 亚伯拉罕没有叫上帝等一天 上帝说你们全家受割离 男人 亚伯拉罕那天就受了 各位他可以等的 上帝又没有说一定要今天做 他可以等 他可以等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他可以等身体舒服一点的时候 他年纪这么大了 他可以说上帝算了算了 不必受什么割离了 但他听上帝的话 顺从上帝的话 跟相信上帝的话 是有密切关系的 相信就是依靠的态度 顺从就紧紧跟随的态度 顺从要花很大的力气 相信完全不要花力气 顺从所花的力气 都是从相信而来的 各位基督徒 我们信主的时候 就听到主给我们很多讲的话 你应该彼此相爱 你从今以后要饶恕人 你要奉献 你要做礼拜 你要读经祷告 各位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遵守 常常信主信了十几二十年 有一天说 我心情好一点 我开始遵守吧 我心情好一点 我勤于做礼拜吧 我心情好一点 我舒服一点的时候 我在做这做那吧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往往一直拖 拖到 拖到实在 有的甚至拖到建筑面为止 亚伯拉罕一天都没有拖 神甚至没有规定 你今天要受割礼 神只说我要跟你立约 你们全家男人都要受割礼 亚伯拉罕就在那一天就受割礼 他遵守上帝的话 他没有拖 他没有等 这个是坚定的信心 那他 他虽然 这有点像我们 要照上帝的话去做 比如说上帝说 你要饶恕你的仇敌 我们实在心里不愿意 但是我们就学着 去跟我们的仇敌和好 去跟他 去饶恕他 虽然嘴里实在是很不情愿 心里也很不甘 但是因为遵守上帝的话 我们就去做 我是相信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上帝给我们力量 越做就越发现 我们能爱人家了 就是 做 行是从信上帝的话开始 但信上帝的话 并不表示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 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以后还会谈这个观念 但是今天 我们就要解释一件事情 好像创世纪第十七章 和罗马书第四章 有一个冲突 一个讲亚伯拉罕不怀疑 一个讲好像亚伯拉罕 有很多无奈的苦笑 但是实际上 这两个东西是一致的 因为无奈是人性 后来坚定地 让全家受了割离 而且一天都没有等 那是他 那是他的信心的表现 我们常常会因为环境 叫我们软弱 上帝的话跟现实有冲突 上帝的话跟我们感觉有冲突 这两个是我们信不下去 最大的一个拦阻 我们都是看环境的 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 我们的凭感觉的 上帝要我们听他的应许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 世界上行事为人是凭着眼见 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 那个眼见就不要过 不仅是眼睛了 无关了 凭感觉 凭环境嘛 上帝是不是对我好看 我的环境怎么样 我感觉怎么样 基督徒 你千万不要靠感觉 不要靠环境 你靠上帝的话 而且上帝的话 是应验在耶稣身上 而且耶稣是 那个为我们定十字架 耶稣 你想到耶稣 你让圣灵把耶稣定十字架 活化在你眼前 你就知道他多么爱你 我们心里就坚固起来 不但坚固起来 我们不但不责备上帝 不但不说他 怎么说话不算话 怎么他没有能力 我们而且把荣耀归给他 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得儿子 就把荣耀归给他 亚伯拉罕还在羞辱当中 就是他和他妻子 始终没有生儿子的时候 他就把荣耀归给他 耶稣说过 你们的义 如果不胜过文社和法利赛人的义 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也何妨说 如果我们的喜悦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不能够胜过文社和法利赛人的归给 那就不能进神的国 也就是我们在 还没有经验到 神给我们荣耀的时候 只有他给我们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归荣耀给他 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先感谢他 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先赞美他 当然事情成就了更要赞美 但是我们学着在 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就感谢他 就相信他 好像他已经做成了 这个叫做信心 这个神就算他为义 记得我上次举的例子吗 事情还没有发生 只因为我这样说 你相信了 那你当然得到我的喜悦 当然这个也需要解释一下 在人间这可能是一个坏蛋 人家信得过他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是还没有发生 而且是一件好的事情 别人就会演 会演示英雄能够看出来的话 那是非常的棒 我们在 在小说里面 故事里面 包括伯乐能够赏识一个千里马 包括这个一个富家的小姐 能看到一个乞丐 一个卖油狼 我看到他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一片黑暗 上帝的话跟现实 好像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还没有好转 环境还没有好转 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 那是上帝喜悦的事 啊 你真信得过我 你真是相信我的话 那我们通常讲到说 当一个人飞黄腾达了以后 就提拔 以前跟他一起共患难的人 就是因为 我还在共患难的时候 我还一无成就的时候 你居然就有慧眼说 我一定要跟着你 那当然是你有慧眼 我当然也要用你 这个可以说是人和人之间的私利 但是我们对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是 真的是有能力的 真的有全能的 但是在他荣耀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因为他的话 相信他 把荣耀归给他 赞美他 这就算为他的意义 而马丁路德说 没有一个工作比相信上帝 更讨上帝喜欢了 那么这个也不是对亚伯拉罕讲的 这个是对每一个人 每一个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 我们每个人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我们信这样的事 各位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知道有空坟墓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那个已经死的耶稣 从死里复活 我们只有上帝的话 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 相信了 神就算我们是义的 我们相信他的话 相信他的应许 相信他的话说 我们是罪人 相信他的应许说 他借着耶稣拯救我们 那我们就算为义了 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 讲到说 神要 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废掉 会要那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神定义要废掉那 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 亚伯拉罕凭他自己能力 可以做到的事 包括身以实马力 神就不算 亲爱的朋友 我们做事是很好的 但是一定要信靠主来做 顺服主来做 否则的话 那就是一种自大 神叫亚伯拉罕 在一百岁的时候得孩子 跟神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 一样 都是很难的事 当然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更难的 神叫耶稣 为我们罪死 也是很难的 这是上帝的爱 推动 但是保罗在这里 把它放在一起 都是一件我们从理智 从经验来看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因着信靠上帝的话 这就变成一件 非常合理 而且可能 而且实际发生的事 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说 明年你会得孩子 他就相信了 我们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称义了 第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这个又是我们在 前几次曾经看到过的 就是耶稣 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耶稣被交给人 也就是耶稣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他自己的同胞 被犹太人出卖 被他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 送到罗马人的手中 然后借罗马人权柄把他钉死 被交给人 也就是交给人钉死 那是因为我们的过犯 每一个人 每一个罪犯 如果我在公正的法律下 每一个罪犯 被交给筷子手 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 曾经心被处死 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 唯有古往今来 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 他死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 是因为我们的过犯 我们个人都如阳走迷路 偏行几路 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过犯 归在他身上 耶稣代替我们死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这个 因为我们犯罪 所以要受刑罚 所以该死 该被鞭打 该与上帝分离 该受最大的咒诅 那么这些我们该受到的 天父都把它加在 他的独生爱子身上 因为我们的过犯 耶稣受了各样的 鞭伤和刑罚 但是耶稣不只是 为我们死啊 如果耶稣只是 为我们死 然后就完了 那他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就算比世上 所有人都更可怜 耶稣还复活了 各位耶稣如果只是 在实际上死 如同有一些 有一些对基督教友善 但不是基督徒 或者有一些 新派神学来讲的 耶稣就是有一个 在实际上死 然后他的死很感动人 那个一点不感动人 那个比无缝的死还糟糕 那个比什么赶死罪的人死 并没有什么好 耶稣在实际上死掉了 很悲哀 他来到这个世间 他来到犹太人那里 然后他收了十二个学生 有一个把他出卖了 被钉死的时候 其他的学生都跑掉了 大家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力量 他自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结果实在实际上 他是一个骗子 各位这是一个 不能够否认的事情 耶稣自己称 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觉得 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 却不相信 他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以耶稣为说谎的 耶稣要不然就是疯子 要不然他就是骗子 他不是只是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了 那不是显示他是骗子吗 可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证实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他不仅是为我们的错 受到了各样的刑罚 死亡 而且因为他顺服上帝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身为至高 这是菲利比书第二章有讲到的 他身为至高 他被神生他的冤 那么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并不真的是一个罪犯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 以至于他是一个义人 也使我们成为义 他顺服上帝是义 他也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为义 因为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他不是一个骗子 所以前后当然是密切相连的 我们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罪死的 我们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没有死不会复活嘛 如果没有死 那个不叫复活 那叫复苏 那叫从昏睡中醒过来 他真的是死掉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他也真的复活 两件事是密切相连的 但两件事仍然要分别 他死是受刑罚 受极重的刑罚和羞辱 那是我们该受的 但他替我们受了 然后他 我们的羞辱 因为他的 羞辱和刑罚 因为他的死去掉了 我们的义 我们的好 是因为他的复活 加在我们身上 表示他不是一个英雄烈士 或者像无缝 或者像什么日本神风特工队的 那个为国家死的那些 那些空军而已 他是一个 真的是救主 死不能拘禁他 他是为了顺服上帝而死 所以上帝叫他复活了 所以他真是上帝 他讲的都是真的 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那他是义 他是义者 我们也因为信靠他称义了 好 我们没有良善 我们只有罪恶 我们只有许许多多的罪恶 我们理当死亡 我们理当受刑罚 但是上帝有说不尽的爱 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挽回祭 预备了一个赎罪祭 就是让耶稣完全无罪 顺服上帝 最后居然冤枉了死 然后又复活 这个死里面 平息了上帝的震怒 这个死 让上帝愿意把义 加在信靠耶稣的人身上 那我们信靠就称义了 再到上帝的面前 再不必害怕了 你不是因为 原来记得三个大国要开除 现在你又替学校打校队 赢了三个冠军 所以又补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校长不害怕 所以你看到殉道主人不害怕 你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错事 现在又做了很多好事 那么于是 你可以见到校长 你不是因为你原来做了很多好事 坏事 然后痛改前非 在上帝面前悔改 然后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行善 上帝说好饶了你 现在你是一个义人 都不是我们是因性称义 因性称义以后就怎么样呢 在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借着主耶稣基督 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相连 我们有主的和平 这个与神相和 与神和好 有点像我们两个小孩子吵架 吵完了 吵了以后 吵的时候就会说 我不跟你好了 说起来有点幼稚 但是不跟你好了 就是中间有一个墙了 敌对的 我们又好了 那个表示我们中间有友谊 而且中间有和平 友谊让我们互助 和平让我们彼此 不会怕对方来伤害我们 人原来是怕上帝的 而且上帝原来对人有震怒的 因为都是因为罪 我们因为犯罪 就跟小偷怕看到警察 超速的人怕看到警车 偷了东西的人 怕看到警官一样 我们怕看到上帝 我们也恨恶他 因为他执法很严 他也恨恶犯罪的人 但是当耶稣 把那个上帝的愤怒 平息了 替我们还了一切 犯罪该受的刑罚以后 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所预备的这救恩 就跟上帝和好了 我们就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儿女了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因为上帝也不适合他 一切一切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